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纲啊 今天我们的课程呢 是讲的是一个空间结构与透视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我把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放在我们整个阶段学习的第一课呢 是因为就是说 我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发现 不论是有多少有经验的一个画师 到最后他们都会 或者是意识不到这样子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在这种空间结构和透视的上面 总是会犯错误 就有一些画你画得非常好 但是呢你总感觉哪里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就是要么就是画的平 要么就是画的没有体积 但这一切问题的归根来源实际上呢 无非也就是解决两个问题吧 空间结构与透视的这样子的一个 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可以 就可以避免后面大家在工作当中犯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些错误 或者是说你一开始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意识到我们所画的对象 还有结构呢 它们都是存在于空间当中的 所以说我们之前在呃我之前在跟一般学员上课的时候啊就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有这样子的问题画出来的东西平画出来的东西就是说结构不对 但是呢你呢但是呢我去给大家改了这样子的一个画以后啊去我可以去改就是给大家改画改的形很准但是发现大家还是不理解 那么所以说呢在我们这次的课程当中呢就把这个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直接提到我们整个课程的第一阶段啊的第一课 那么其实呢这个课程呢也是相对来说呢最为枯燥的一个课程啊相对来说最为枯燥的一个课程啊 但是呢你不去解决你不去卖过这个坎儿 它会影响你后面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些创作啊 你创作出来的东西总是会或多或少呢会有一些别扭啊色彩都不是什么问题 色彩光影其实都不是问题 而这个空间结构和透视啊它会一直伴随着你的成长 所以我们呢尽早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尽早解决这个问题 好这里呢看一下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教案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所谓的透视是什么啊 我给你像通过这样这样子的张图就可以跟大家解释了 所谓透视是什么 我想在这个课程啊在这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这几张图啊 这几张图的这个球体和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 一个球体一个正方体到底这个球体和正方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通过这三张图是不是能够看出来这个空间关系 有谁能够判断一下吗就是在群里面 就是证明就是说就证明就是说这三张图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啊就是这三张图呢 它是一个平面的关系 所谓的平面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这三张图啊 它没有表现出来一个正确的透视关系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啊 实际上这个球体和正方体它们的摆放的位置关系呢 是这样子的啊 但是呢 我们是处在一个平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上面去看 这个呢 是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讲的这个MAX里面啊 有一个顶视图 对吧 有一个 顶视图 好 这个是前视图 对吧 啊 这个是左视图 顶视图 左视图 前视图 它们 不管 不管是从哪个位置来看 它们都是从一个平面的角度来看的啊 它们是从一个平面的角度来看的 它们是 没有具备这种透视关系的啊 你要正确的去反映一个物体的空间关系啊 这个问题就来了 正确的反映一个物体的空间关系 你就只能从这种 透视啊 透视图下面去看啊 所以说我们画画呢 有很多 同学啊 会 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问题 说我画的平 画的 画的平啊 空间关系拉不出来 那是因为就是你本身在画的时候啊 你就是从一个平面的一个关系啊 平面的一个思维去考虑的 而不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 你看这张图的你就能够看出来 这两个物体的一个空间关系啊 它是有空间的啊 你可以看到这些空间 而这三张图虽然它是没有空间关系啊 它整个都是一个平面的 就是所以说你无论是从顶视图看 前视图看 左视图看 你就都无法去正确判断出这个物体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呢 我们为什么在绘画的时候啊 一定要在最初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建立起这种透视关系 或者说是对这种透视的认识 所以说我把这个课程的整个的一个内容啊 也提在最前面啊 也提在了最前面 所以说呢 现在开始吧 建立起 建立起你们的一个空间关系啊 建立起你们的一个空间关系 当然建立起空间关系的一个认识 就是一个方法就比较多 就是除了听老师讲课以外 自己去观察你们周围的生活 观察就是说 观察一下你周围啊 处在的这样子的空间当中 物体与物体之间的一个 一个摆放的位置 距离 还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层次关系 近大远小的这样子的一些规律 你们都可以去观察 那么好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啊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透视关系啊 是怎么样去 透视关系啊 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透视的这个关系 怎么去解决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图 透视关系的还有一个最 这个呢是一个透视关系下面的一个 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啊 其实大家都应该都懂啊 这是我们 就是常规认识物体下面的一个状态 就是近大远小啊 近处的东西大啊 远处的物体小 这个呢是我在3DMarks里面拉出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都应该懂啊 都应该懂就是距离你 最近的物体呢 最大啊 慢慢慢慢的 它会随着这个透视 变小 这个问题呢 我就不多说了 相信大家都懂 相信大家都懂 好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图 就是看着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 既然是要做的 不知不过 这种东西的这个东西 看着梦吗 好 如果当我们的东西 这种东西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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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统 混带 通风 嗯 一般在我们的这种作品当中会出现两种偷识的一个情况 这里先给大家提出来 一般我们在作品当中会出现两种偷识情况 一种我们把它叫做轴侧投影 另外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圆锥投影 大家记住一下这个名字 轴侧投影和圆锥投影 什么是轴侧投影呢 轴侧投影可以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玩一些这种类型的游戏 有很多这种45度 我们传统的意义上说叫做45度的这样子的一些游戏 我们是把它称作为叫做轴侧投影 轴侧投影 轴侧投影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轴侧投影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一个正方体吧 正方体它不会存在于这种近大远小的关系 所有的正方体 所有的物体它都并排在一个延长线上面 并排在一个延长线上面 这种就是在我们一些游戏当中 一些45度角的游戏当中会经常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些 啊这经常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些投影 就是投透视的方式 然后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游戏作品 你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这样子的几张图 如果我们去把这个建筑的延长线啊 找到你会发现它所有的透视线呢 都是一个平行的线啊 我们一般也把这种线呢 叫做平行透视啊 一般也叫做平行透视啊 你看所有的物体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种呢 它一般不存在什么透视的 就是说不存在我们 不太存在我们常规的这种透视情况啊 它就是一个平行的透视 以后如果是大家有接触到这样子一些项目的当中呢 肯定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特殊的要求的啊 你看所有的线啊 几乎都是平行的啊 这种呢叫做平行透视啊 这个我简单的提一下 像很多游戏项目当中呢 你会去会让你去设计和制作这样子的物件啊 甚至于场景 甚至于场景 这种我们把它叫做轴侧投影啊 也可以把它叫做平行透视 好 下面这种呢 就是我们啊 对于这种空间 还有这空间结构当中比较 就是说比较客观的一种反应了 这个呢 我把它叫做圆锥投影 这个词呢 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你只用技术上面的这个呢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延长线是平行的 像这个的话呢 它的延长线呢 就是符合我们空间的一个透视变化的 所谓的透视变化就是说 它有一个近大远小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 有一个近大远小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 而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三个物体呢 看上去就是一样大的 没有变化 你就会发现 在这样子的一个物体当中 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透视缩减的一个情况 它是有这样子透视缩减的一个情况 这个画的不是很准 它是缩减 它就不是平行的了 不是平行的 大家记住啊 我们会有两种透视的情况 在我的课程当中啊 整个课程当中呢 我们是倾向于第二种 倾向于第二种 这种圆锥投影 就是我们所画的空间对象 都是符合于一个正常的逻辑状态下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不是像这种 所谓的就是平行的啊 所有东西都是平行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但是有大量这样子的游戏啊 有大量这样子的平行透视的游戏 这是在特定啊 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游戏项目当中 这个游戏当中的所有的物件 因为这个游戏它的特点呢 就是说它的所有的物件呢 是可以拆分拼凑的啊 拆分拼凑的 所以说呢 它用这种平行透视的方式啊 你想想它用这种平行 比如说这样子中间的一个物件啊 它在这种透视情况下呢 它可以移到任何一个位置 都不会犯错 但如果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是用一种大透视 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眼的透视的状态下呢 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的话呢 它就不能够把所有的物体呢 就是随意的移动啊 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平行透视的状态下的 一些场景呢 它的物件啊 是可以随意的移动的 比如说你看我这个箱子 放在这里可以 同样的 放在这个红色的区域也是可以的啊 它就是可以随意去拼凑移动的 所以这是一个游戏的特点啊 包括这些也是这样子的 里面的每一个石块 都是可以随意的放置的 随意的放置啊 这些椅子 只要它放的合理都可以了 好 这个也是这样子的啊 这里的树 它是可以随意放置的 因为它在这种平行透视的状态下 它就不需要做出变化了 好 像这些呢 就是 这些 这些呢 就是属于我们的课程 要做的东西的一个范畴啊 的透视的一个范畴 要有透视感 要画出物体的透视感 好 接着呢 我们来讲一下啊 这个透视的 分析图 这个呢 之前呢 我们 之前我最早在一般的 同学上课的时候呢 其实是讲过这个透视图的 透视图其实也 比较简单 透视图也比较简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来说呢 首先呢 我们看到 我们的对象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点呢 我们把它叫做观察点 观察点这里呢 一般是指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 人眼就是观察点 你看任何东西啊 都是通过眼睛来看的 所以说呢 这个观察点呢 是取决于你人眼的位置啊 人眼睛的位置 注意啊 而不是人的位置啊 记住啊 人和人眼是两个概念啊 人眼睛 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平面啊 叫做地平面啊 当然你会因为你人所站的 位置的不同 你的地平面呢 会改变啊 那么比如说你站在摩天大楼 往下看啊 那么这个地平面呢 就改变了啊 这个地平面就改变了啊 注意啊 你站在 你站在山脚下 往山上看 那么这个地平面也改变了啊 你站在15楼 和你站在25楼和6楼 所看到的东西 记住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地平面呢 是取决于你人所处的位置 观察点呢 是取决于你人眼的位置 在你和这个物体啊 注意这里是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box啊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box啊 在你的这个 这个box呢 是我这里 这张图当中呢 我们的人呢 所看到的一个对象 所看到的一个对象 在这个box和这个人眼之间啊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面 叫做视像平面啊 叫做视像平面啊 叫做视像平面 那么也可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 我们画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人眼啊 假设你的人眼 是在这里啊 中间呢 它会有一个叫做视像平面啊 视像平面 那么这是你的物体啊 这是你的物体 那么你要记住 这个视像平面啊 这个视像平面 就就是你眼睛啊 眼睛所 眼睛和物体之间的 你可以假想成 因为它有一个 在物体啊 在你眼睛和物体的之间呢 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画框 假想它 有一个画框嘛 联想一下 有一个画框 这个画框呢 里面的所 所放置的这些 颈物 是你要描绘的对象 有的时候 以前我们 记得我们以前 写生的时候啊 会 拿一个这个画框 把画布呢 给裁掉 然后呢 通过这个画框呢 去观察 观察你的这个 所要描绘的对象 以前我们 读大学的时候 画油画会这样干 就是实际上原理呢 就是这个视像平面啊 视像平面 然后呢 这个 视像平面和这个 地平线啊 交接的地方呢 我们把它叫做地平线啊 也就是这根线啊 也就是这个啊 也就是从这儿啊 到这儿的这个距离啊 这个叫做地平线啊 然后呢 你眼睛和这个 眼睛啊 眼睛和这个物体 眼睛 大家记住啊 眼睛的这个延长线啊 如果你的这个线呢 眼睛的这个 眼睛的这个视线啊 如果你不断 假设我们 假设啊 虚拟的有一根 这根线的话啊 这根线啊 我们把它叫做水平线 水平线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 嗯 我们来看这张图 水平线也叫视平线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视平线好了 在这个视平线啊 以下的物体啊 以下的物体 它的这个 什么呢 你所观察到的面啊 应该是它的顶面啊 它的顶面 然后在这个视平线 以上的物体呢 你所观察到的面啊 应该是它的底面 而且它的这两个面啊 注意 越 离这个视平线越近啊 它中间的这个 你能看到的这个区域 也就越小啊 也就越小 那么我们拿那个 MARKS呢 可以来拖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范例 好 这是一个透视图 然后呢我们 拉一个 拉一个正方体 我们把它在前视图里面 然后我们在前视图里面 注意到我这里选择的是前视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操作 前视图 就是你按住F 按住F 按住F它就会变成前视图 在前视图里面 我们去拉 然后按住Shift键 然后你就会多拖出来一个 再按住Shift键 你又可以拖出来一个 好 你可以 好 看一下这三个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透视图 透视图呢我们就按P就行了 可以看一下 假设我们中间的 这个网格部分呢 我们是把它 理解为我们的 视频线 假设这个视频线在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几个面的变化 几个面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啊 这 你看 往上的box 我们只能看到底面 底面 而且这个底面的面积呢 是越来越 你看 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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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的范围啊 是越来越大 然后呢往下的box呢 我们只能看到顶面 只能看到顶面 然后呢 它的面呢 至于看到它的顶面呢 也是越来越大 是越来越大 我们以这个啊 中间的这个状态呢 中间的这个图呢 中间的这个网格啊 为假象的一个视频线啊 当然你的 随着你的观察方向 发生变化的话呢 那么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你所看到的东西 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让大家去学一下 3DMarks的一个用意 就在此啊 就是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随意的去 去调整 你们的一个 对象啊 这样子你们可以观察到更多东西 那么如果是 我们现在这种状态呢 是处在一个 处在一个 就是说 视频线啊 就是我们跟视频线 就是我们的眼睛 和这个视频线 是保持 保持 保持一个 就是保持为一个 水平的一个距离啊 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中间 你可以看到这根线啊 和我们人眼啊 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了 对吧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直线 你能看到的面 就是这样子的 啊 顶面和底面 但如果你稍微啊 我们稍微 这是俯视 对吧 这是俯视 啊 你就可以看到 面与面之间的变化 就开始和我们 所想象的不一样了 啊 你看 你只能看到 这个物体的 顶面了 底面啊 但是下面的东西 你能可以看到更多啊 慢慢的慢慢的 所有的东西 也就只能看到 顶面了 所以呢 所以说物体的变化呢 取决于我们观察者的 一个位置啊 你的一个 就是 这张图当中的一个 叫什么呢 观察点啊 所有的 透视的情况呢 是取决于你观察点 啊 你观察点不一样的 所产生的透视状况呢 也不一样 好接着呢 我们来看 接着呢 我们大家讲了一下啊 讲了一下就是我们的 透视呢 取决于什么 透视呢 就是取决于我们的 总结一下啊 取决于我们的观察点啊 取决于我们的观察点 其实这些东西呢 这些名字呢 你可以大概不用去记它啊 你只能记住 物体与观察点之间呢 总会有一个平面啊 总是会有一个平面 这是我们观察的依据 就是我们观察的依据 啊 在这个 嗯 视频线啊 之上的物体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面呢 是底面啊 底面呢 是随着这个物体越来越高 啊 你所观察的区域呢 会越来越大 随着这个物体呢 越来越小 越来越低啊 低于你的视频线的话呢 啊 你所观察到的就是顶面啊 啊 这是一个观察的 我们观察的一个 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式 好 接着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最常见的一些透视情况 和在我们的一个绘画作品当中 所使用到的一些啊 绘画或者艺术作品当中 所比较常见的一些透视 这种透视呢 基本上就分为一点透视 两点透视和三点透视啊 所谓一点透视是什么啊 一点透视呢 就是你的透视点只有一个 一点透视就是你的透视点只有一个 透视点呢 来自于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 我们以这个 我们以这个 开的太多了 一点透视呢 一点透视呢 就是你的场景当中呢 只有一种透视情况啊 只有一种透视情况 就是它的消失点 只有一个啊 所谓的消失点是什么 就是你 场景当中的 啊 整个场景的布局 还有场景当中的物体呢 它的所有的呃 延长线 我可以这样说啊 它的所有的一个 虚拟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延长线啊 虚拟的延长线呢 只会消失在一个点上啊 只会聚集在聚焦在一个点上 那么这个 这种透视情况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点透视 假 然后我们以这个为例 所有的假定和透视线在这儿 啊 可以看到 消失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点呢 它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点呢 它一定会处在你的 呃 视频线上 啊 就是你眼睛的这个延长线 啊 这个点它是会处在 你眼睛的延长线上面 所以你可以加上 这个横向呢 有一个点啊 比如说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场景呢 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你眼睛 你眼睛在这张图当中的一个延长线 那么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你的 它的消失点呢 我们这里定一下 应该是在这儿 消失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以这个为延长 以这个为 消失点 然后去发散你的这个 透视线 这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好 包括这个你可以看到啊 你眼睛 你的视频线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啊 视频线啊 眼睛 眼睛 眼睛和画面当中平行的这个线啊 叫做视频线 好 那么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 这个 这个 这张图的它的角色的 主要是啊 这张图它的角色就刚好处在这个视频线的 中间 好 这样子来发散 好 好 一般来说呢 就是用这种一点透视的图啊 它往往都是表现某种 就是说表现某种宏大的场景啊 表现某种宏大的场景或者是表现 嗯 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个是电影啊 末代皇帝当中的一些剧照啊 这个电影当中呢 它就大量的运用了这种一点透视啊 大量的运用了这种一点透视的一个情况 来用于表现某种就是说那种 嗯 因为一点透视嘛 一点透视的话呢 很容易去表现这种宏大的场景啊 宏大的场景或者说是那种某种 比较特定的一些场景啊 某种比较特定的场景 你可以看一下这种电影当中一点透视的 图的一种运用啊 所以说呢 你可以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呢 去用不同的透视啊 不同的场景去用不同的透视啊 等一会我们看了后面的两种 嗯透视情况呢 你会对这种 对这种 啊一点透视的运用呢 可能会更加的理解 会更加的深刻啊 这是一点透视的运用啊 一点透视的话呢 就是说你整个场景当中呢 只有一个消失点啊 整个场景当中只有一个消失点啊 这个图不是一点透视的图 就不用管它啊 整个场景当中呢 只有一种透视啊 只有一个透视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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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有 如果以一个正方形啊 以一个正方形为延长线的话啊 它的一个边为延长线的话 那么它最终会消失在一个透视点上面啊 一个消失点上 好 好 这个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所谓的一点透视是什么 一点透视呢就是画面当中呢 画面当中啊 只有一个消失点啊 消失点为一个啊 消失点是一个 消失点是一个 然后呢 这一个点呢 它是在你的这个视频线上面的啊 使为的视频线就是你眼睛和画面当中的啊 一根平行的线啊 一支平行的线 然后从这个消失点呢 发散延长线啊 发散延长线呢 所有的物体呢 啊 所有的物体的一些边线呢 都会消失在这样子的一个消失点上面 这就是一个消失点的情况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点透视啊 一点透视 那么比如说我们用刚才 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插件的使用 对吧 一个插件的使用 那么我们怎么样用这个插件呢 去完成一个一点透视的图呢 就变得很简单了 好 好 首先呢 打开这个插件 好 在你画面当中的任意的一个位置 好 去点一个点啊 用钢笔工具画一个点 然后点去确定 那么这个 这种状况形成的图呢 其实就是一点透视啊 你可以看啊 这就是一个点 那么我说过这个点呢 现在是如果这个点往下移 好 如果这个点往下移 那么就说明这个 我把这个放大 如果这个点往下移 那就说明这个水平线 那么说明这个水平线也在往下移 好 不是水平线 是视平线啊 视平线再往下移 那么它 好 这个是视平线 视平线我整拿一个红色的线啊 来跟大家说 好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面呢 你要完成一个 完成一个几合体的绘制呢 比如说我以 我要在一点透视下面完成一个 完成一个几合体的绘制 那么就是这样子 先画一个面啊 先画一个物体的面 好的 它的 它的延长线啊 始终是会在一个点上面的 所以这个我就不画出来了 这边的线我就不画出来了 好 当我们擦掉以后 好 这就是一个一点透视下面的一个 长方体 一点透视下面的 就是你 除了你画的多高啊 都是这样子的 好 所有的延长线啊 这个物体的 四个边角的延长线呢 都是向着一个点 好 这边也是这样子 好 这边也是这样子 你可以在那个3D Max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种一点透视的情况 好 因为我这里呢画呢 只画的是一个长方体啊 画的是一个长方体啊 画的是一个长方体 好 所以现在我们 打开啊 还是在这个透视图里面 进行观察啊 我们放一个圆锥啊 放一个圆锥啊 放一个圆锥 好 把它放大 点击个键 最大化窗口 好 好 把它放大 好 你看啊 你注意看啊 这个3D Max里面 中间这里有一根直线啊 中间这里有一根直线啊 当它正对着你的时候啊 正对着我们视线的时候啊 实际上你的物体呢 就是一个一点透视啊 一点透视 好 但是如果 正对着你的时候 这个物体就是一点透视 当然如果你是这样子看的时候啊 其实它也还是一个一点透视 只是说它的消失点在这个方向啊 在这个方向啊 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 这个也是 往这个方向 好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更多的 这样子的一些物体的 物体在一点透视下面的一个情况 好 如果你是以这个线为依据的话啊 啊 以这个 往右边的这个线啊 为依据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一点透视 但如果你看 追这个网格啊 这个网格不光是网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它不光是往右的啊 它也有往左的 如果你往 加上往左的这个线的话啊 它就变成两点透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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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只是以某一个往右的这个线啊 或者是某一个往左的线 为延长线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一点透视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两点透视了 两点透视呢 顾名思义呢 就是说你画面当中呢 有两个消失点 有两个消失点 好 有两个消失点 你看一点透视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点透视 观察到的状况了 就是 往往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吧 就是感觉这个物体呢 就是始终是 就是 跟你的 画面当中的物体啊 始终像是摆在你的眼前一样啊 但是两点透视呢 就可以产生更大的一种空间感了 画面当中呢 有两个透视 两个消失点 画面当中有两个消失点 而这一个位 而这一个位 小时点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两点透视的话,它的 物体 就不是某一个面正对着你了,它应该是两个面正对着你 应该是两个面正对着你,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往左的斜面和一个往右的斜面 就是说,一般在画面当中会变成这个样子 一般在画面当中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两个面 始终就是有两个面 但是在一点透视的情况下 你无论怎么看,实际上它都是一个面正对着你 你看,一个面正对着你 这里也是一个面正对着你 这里也是一个面正对着你 所以说 好 你不能怎么看,它都是一个面 正对着你 好 一个面,一个面这样子正对着你了 但是两点透视下面 它就是有多个面 会朝向观众 多个面朝向观众 好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是这样子的 从这里 这里 这 这 它就会有多个面朝向 好 那么两点透视呢 怎么画呢 很简单 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有一个点嘛 对吧 有一个点 那么我们同样的复制一个 同样的复制一个 对吧 我们需要帮助这个块钱来 你的延长线是朝两个方向的 一个是朝这个方向 一个是朝这边的方向 花大 注意看一下 朝两个方向 你朝一个方向的话 你只能看到一个面 就是这样 是挺简单的 偷视也是挺简单 找到方法就完了 随便的任意的你在空间当中画 只要你保证它是 它的延长线是朝这两个消失点 那么这边呢 就朝这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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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ok了 不管你画的 不管你这个物体啊 多长多大啊 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线 是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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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两点透视 这个就是两点透视 两点透视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面 接着呢我们把这个三点透视再讲一下 然后讲完了我们休息一下三点 我先把这张图翻转一下 三点透视的话顾名思义呢就是有三个消失点 三个消失点一般在我们的那个影视作品当中 绘画作品当中呢你要表现一个比较高大的物体啊 就是会比较常用到这种三点透视啊 就是这些图像会成为三点透视啊 比如说这是那个当时我就在找嘛 我就找哪些作品当中特别多的会用到这种三点透视呢 就是我就想到两个可能一个就是环太平洋啊 因为你环太平洋当中呢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从从下往上看的这样子的角度啊 还有一个呢作品呢就是奥特曼啊 还有一个作品是奥特曼啊 就是你作为你的观众嘛 你是作为一个观众 你的视线呢可能会在呃最下面啊 视线在最下面 所以说呢你的人啊 啊你的人在这里 那么你的观察的对象呢可能会比较高啊 很高大 这种情况呢 一般呢我们会 用到最多的就是三点透视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么你要去表现一些像什么国王啊 啊国王超人或者这些比较有权威的角色啊 就是呃女皇啊什么这样子的一些角色呢 那么你可以用更多的用一些三点透视的方式去绘制 呃可能是跟这也可能是跟你的就是我们长久以来嘛 对这种角色的定位呢有关 就是表现这种角色呢始终是给你感觉高高在上的感觉啊 那么用这种三点透视法 所谓的三点透视呢 呃我们看啊 我们看这里的图呢基本上就是 仰视嘛对吧 仰视啊 你抬着头你才能看到这些角色 你不抬着头你是无法看清楚这些角色的全貌的啊 你只能看到他的脚 对吧 所以呢要么就是俯视 要么是仰视 俯视的图呢我没有看到太多 啊应该是从你 如果你是喜欢玩那种极限运动的话 你可能会看很多看到很多俯视的场景啊 俯视从飞机上面往下看 从山谷上面往下看 然后从从外太空往地球看啊 这些图都是俯视的图啊 所以说呢俯视图呢就会有一个啊 这里是一个三点透视的一个一个样图啊 就说你物体的延长线的三个延长线呢 会向三个点延伸 那么这种图呢就叫做三点透视 然后你所看到的最大的一个面啊 应该是朝向你的那个面啊 另外的两个面呢 但是这三个面呢 它都会有一个缩小啊 它都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呢 进行一个缩啊 缩减 你看这个红色的线就知道了 都有一个透视变小的一个现象啊 都有一个透视变小的一个现象啊 都有一个透视变小的一个现象 那么画这个图的方式呢 其实也蛮简单的啊 也很简单 找三个消失点就行了 确定你的视频线 然后在这个视频线 找三个消失点 这是你的视频线 这是你的视频线对吧 然后呢 我用那个工具呢 找三个消失点 选择钢笔工具啊 朝上啊 一个消失点 还有还有两个消失点 是在下面 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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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有問題 確定一個視頻線 視頻線之上確定一個點 關注 重新開一下 複製一下就可以了 複製一下就可以了 看到沒有 中間的這個 中間的形成的這個 你只用 我只用把它框出來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形成的這個box 它會自然而然的形成一個 它會自然的形成一個這個 形成一個三點透視的這樣子的一個 box 看到沒有 好 看到沒有 我們在一起 我們把這個 出成的 出成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放入冰箱 注意啊 如果这个点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如果这个点是在上面啊 网上的消失点啊 它是高于你视频线的啊 注意我的视频线是在这儿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物体啊 这个物体呢 它应该就是是假 是一个俯视的情况啊 是一个俯视的情况 因为你看到这里的这个面 应该 大家可以看到 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面吗 你只有俯视的话啊 基本上你的俯视 能够看得到顶面对吧 但如果这个点啊 往上的消失点是在下方啊 你就把它翻转一下啊 那么 那么就变成一个 仰视的一个情况 那么越往上啊 这个红色的面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越往上 这个红色的面 看到的也就越多 啊 越往上 这个红色的面 看到的也就越多 反正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 多练习吧 但是呢 现在一开始呢 有这个意识 然后多练习 慢慢慢慢的 就掌握这个透视了 现在只是刚开始 然后具体的话呢 其实在你们的作品当中 去用的话呢 可能也 不会特别复杂啊 一般也就是这项的 三种透视状况啊 当然在你们的 具体的绘画作品当中 我们再来使用 好 这个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